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們中間遠實力 結乾遠實力的時候 今天呢 我們節目開始的時候就請大家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每次都忘記的 因為我覺得 內容很精彩 所以每次放最後才講 在中間我不想插 請大家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呢 就很久沒看卡通片了 老實說 因為工作的關係 以前幽遊白書我很喜歡看的 我兒子就很喜歡看《鬼滅之刃》 剛才 傑哥所說的 《鬼滅之刃》 那一套 就是《鬼滅之刃》的男主角 那裡面呢 我就會由 我自己比較從文化的角度去看 有關這些動漫的興起 因為我們知道 當初就守寵志寵 在日本那裡興起很多漫畫 包括《怪依巡博士》 大家看到 他手上有很多 不同的角色 是創造了出來的 而且呢 他的影響力非常之巨大 你這些是屬於一個 軟文化 或者大家稱之為族文化 我們《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的節目裡面 其實最主要 就是跟大家談 我們的 硬實力 軟實力 當然 軟實力是我比較體重的 你硬實力 你在軍工企業 在很多科技建設上高 你沒錯是要領先的 但是怎樣令到 世界各國認同你呢 我們看回當年的漫畫 包括漫威 DC漫畫 美國那邊的漫畫 其實是 要領先世界的 大家手上 都是超人 蝙蝠俠 Ironman 甚至是 綠巨人 這些角色 跟我們一起盤盤成長 日本漫畫 手寵刺蟲 叮噹 銅木 火鳥 以及 我印象中的小忌廉 我印象中 是 租造奇妙冒險 有很多不同的 動漫 包括 我有一部很禁忌的漫畫 我都有看的 叫洛印戰士 這些是對 世界上的 影響非常之大 很多很多 當年 亦有很多 沒有動漫 漫畫的年代 例如 少年雜誌 日本的 然後有少年周日 少年跳躍 少年冠軍 漫畫 不斷出來 後來更加有 同人知識的漫畫 大家可想而知 我當初是幾迷漫畫的 亦有些是用我們 中國的故事 去編寫的漫畫 後來編型動漫的 例如三國志 三國演義 這些漫畫 影響了我們對劉備 對曹操 對孫權的 觀感和看法 亦有日本式的 諸葛亮 後來就變成 女性 大家知道 那些類型的漫畫 是不同的 當我們看到這些 文化的話 我們就覺得 為什麼 日本的文化 和美國的文化 會這麼熱 其實我很喜歡 日本的一套漫畫叫 麒麟王 麒麟王 捉圍棋的 很棒 後來韓國 韓國也是一樣的 因為我很 很想學捉圍棋 但圍棋是捉得完全不厲害的 我很喜歡那種是鬥志的 尤其是圍棋 你怎麼寫得好呢 我覺得 麒麟王 真是萬中無一的 找不到第二本 可以寫得這麼好 對我來說 我這個年代 因為後來的漫畫 我沒辦法怎麼看 我們就知道 漫畫最重要的是什麼 漫畫最重要的是天晚行空 有很大的突破 結果跟我說過 有關神鬼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開始逐漸開放了 就沒有 好像以前審查的那樣 因為中國面向世界 你必須多方面的 而且你只會越來越開放 不會越來越收窄 我們習近平主席已經說過這句話了 我相信 在漫畫 對全世界的影響很大 包括 原神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原神這個遊戲 其實 裡面有顯示很多中國特色 但現在只是 涉及一些 古裝的漫畫 大家不要留意 是古裝的漫畫比較多 因為涉及未來的漫畫 我有時候都會偶然去看到 中國的武術 例如槍的運用 我最近 看到 一條短片 在油管上那個很短的 應該是在抖音那邊轉出來的 就是什麼叫回馬槍 回馬槍 不是很硬橋硬馬的轉過去 而是非常之靈動的 而且我們的槍 是軟和硬 之間的不斷變化的 因為槍頭是硬的 但是你看到整支槍 因為它木質的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這支槍是很靈動的 就像水一樣 很油性的 當你看到你就知道 原來槍 就是這麼大的特色 是跟人合為一體的 人槍合一 我們大家見過 尤其是在漫畫 或者動漫 我覺得我們的國家 應該更加開放一點 尤其是 中國人口太多 有一個說法 內地的三樓人才 去到全世界 你就變成一樓的人才 而且是超一樓的人才 這個我是 非常之同意的 因為這個基本功 打得極度紮實 我朋友 方先生 他說 你現在內地 其實學習的東西 很多 是求多 以及要求精 所以 你進入大學 就是一些 一樓的大學 211 985 你會看到 學生全部都是 正英之中的正英 內卷得非常厲害 怎麼內卷得非常厲害呢 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就是說 當有個同學問你 喂 你讀了書沒有 那另一個同學 一定會跟你說 就 對不起 我不能怎麼讀書 未溫了 我今晚都要熬夜 諸如此類 但是 你會發覺到 他那時候好像很辛苦 好像什麼 但是考出來的考試 是完全成功了 還有 分數 是非常之高分的 就是 全班第一 你在內地拿全班第一 或者全級第一 證明你是很高端的 你不用想的了 總之你就真是瑤瑤領先了 其他人都是 罵你很多的 他們就不會去 表達出自己很厲害的 我又看到一個段子 我有時間 這幾段 我看一些 比較少的短片 因為少的短片 你是很精的 譬如他就說 有兩個主持人 一男一女 那男的就問他女的 啊 你現在 我們要不要對台詞啊 那些 那女的主持人就說 啊 我沒有時間對呀 真的 現在呢 還在忙著其他東西 還有 不用對啦 我們最後才在一起 然後 那男的 男主持人就說 哦 這樣 我看到你穿得很普通 穿著一雙球鞋 你要不要換對鞋 那女主持人跟他說 喂不用換啦 隨便啦 反正下面也有東西遮住了 就是諸如此類啦 好啦 那那男主持人呢 男主持人就 覺得 哦 這樣就OK啦 那女主持人問過男的 喂你 你要不要對一對 你自己要不要 練一練一些台詞 諸如此類啦 男主持人跟他說 不用啦 是 我現在都在忙著吃飯 我飯都沒吃 到我吃完飯 OK 結果啦 到上台啦 上台怎麼樣呢 兩個的台詞 原來 就熟到 滾瓜難熟 完完全全 表現得非常精彩 然後呢 女主持 原來偷偷地 換了一雙高產鞋 即是他們表面上 看起來 就好像不努力 其實 就 擺了很多時間 很多心思 去做好那件事 又不讓人知道 這些就是 我們所謂的內卷 就是我盡量不讓人突破到我 我們其實呢 表面上的嘻哈嘻 其實我們是競爭對手來的 所以雷坤 和 遙遙領先 華為和小偉 就是寄生如 何生涼 那種感覺是非常強烈的 對於很多漫畫來說 我自己的感覺 我自己的感覺 我們以前 為什麼那麼喜歡日本和美國 因為他有一些漫畫 不是他的科技有多厲害 還有 他有模型的嘛 我們以前小時候是砌模型的 大家知道的 高打這些就是我們童年的幻想 再有小路寶 那些 隱正小凌晶 完全是陪著我們成長的 那當年 中國是什麼 男貓 大家知道是男貓 沒有辦法 雖然是一個科普的動漫 但是 屬於一個災難 因為當時還沒有 一個 非常完整的產業面 但是你看到現在配合新科技 和大家的知識 就開始學習更加多了 因為在內地 你要在某一個項目突出 你要花的精力 是很多的 很多的 不容易 大家不要看到 我現在內地的今天頭條的粉絲 都有54萬 好像很厲害 其實我是一個 很少很少的一個 你沒有過百萬 甚至過千萬 你也不要說自己是大V 或者是網紅 真的 完全是 感受到那種壓力是很大的 還有 你不要看 我現在總觀看 內地已經超過一億 超過一億都不是很厲害 不厲害 不厲害 有都是十億八億的 大家都知道當時 刀狼啦 脫頭 你那個是幾十億 甚至數以百億計 這些才是真正的大V 我們這些是年輕人 在整個中國來說 我們真的是沒有東西 你扔下去 一下子火花就沒有了 前一陣子我認識一個博主 他說 我條條片都過百萬 這些很細小的 有些片 五六百萬我也試過 你很厲害 他說 你會覺得他不是很特別的 但是他說 沒有啊我現在很少做片 因為 那時候玩的 玩的都可以做到 你說 我們這些就是小腳色 完全是 我們看到這些輝煌 對我們國家的影響 很深遠 非常之厲害 所以 今次我們看到 我們在節目中 很喜歡跟大家說說 一些漫畫的動物故事 因為他們代表了什麼 我們新一代年輕人 是真的有希望的 傑哥 沒錯 因為其實 那個 內容 是很不同的 你看過日本漫畫 你就知道 或者日本動畫也好 劇情很長的 很瘋的 我們以前小時候看 足球小象 足球小象 兩閘都沒有落地 他踢了個球 上個天空 降了兩閘都沒有落地 你想一下 救命 然後還有龍珠 他就在那裡閘氣 都閘了三閘 是 然後打鬥那裡 就很放鬆 我們早前都怎麼說 拳是看不到的 總之就是兩個人就飛來飛去 那些四光就飛來飛去 那就算了 其實是很差的 那些質素 以前我們沒得 勉強才看的 還有他們把我們傳統的 我們中國文化的一些歷史人物 改到不知所謂 我真的完全都受不了 其中一個他們最喜歡的就是 呂布 為什麼呢 因為三姓家勞 和日本本身的性格太像了 所以他們經常喜歡神化呂布 這個是厚話 不過其實我們中國文化很吸引 博大精深 只要有人有時間 去把它做出來 就已經可以吸引到世界很多的觀眾 其實這個跟以前的 就是很多事情都一樣 如果你的國家是很多戰亂 經常被外族入侵 你都沒有時間去做這些文化輸出 但是跟我們現在不同 我們現在是一個城勢 我們有很多時間 很多資源 很多出色的年輕人 他們有很多的創意去做 所以國家在這方面都有很多的配合 就好像剛才說 有很多動畫已經出了年番了 為什麼會出到年番呢 就是因為其實他們在海內外 都有很大的知名度 不單止在中國內地 譬如在東南亞 甚至去到歐美 其實都有很多人看的 因為那些內容真的有吸引 沒有好像日本動畫那樣 不停在搞什麼回憶煞 想起幾年前 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東西 想來想去 都還沒開始打的 有些人又會想起兒媽姑姐的意見 然後想起隔壁宿公的意見才開始打的 總之整個不停在打的 你看中國動畫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很快的節奏 每樣東西都是行雲流水 好像我剛才說的 眼翹馬真功夫行雲流水的 譬如我們之前已經很出名的 譬如《走路大陸》 我見在網上它的英文版 不是英文配音 純粹是英文字幕的版本 就是它放了一個月上去 就是有人把它放上去 一個月就已經有100萬播放 其實那個播放量是不少的 而且你不要說它其實出了一年多兩年了 起碼都因為它幾百集的 很長的 其實它已經積累了很大堆的粉絲 我拆開一點話題說就是 今時今日香港經常都說要搞經濟 搞本地經濟 我有時覺得為什麼不考慮一下 將內地的或者國產的這些動畫元素 可以放在香港那裡 幫忙推出去 譬如你做一個國產動畫的嘉年華 安排一些角色扮演 或者做一些大型的背景給大家拍照 開一些特色的小攤檔買一些相關的紀念品 或者一些食物 來吸引你不要說歐美了 吸引東南亞這一幫觀眾過來香港旅行 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來的 短視來說你可以找一些很成熟的國萬的IP去做 因為別人要進入中國內地 就是說真的有一定的門檻 不是說各個國家的國民都可以無簽 不用簽證進去的 其實拿簽證是相對難的 你來香港不是嘛 香港相對比較開放 就是一個國際化一些的一個城市 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可以著手 可以吸引一些外地的遊客過來 你又可以一些新的主題 就是不用來來去 都是之前提過飛機籃 賣了幾十年都還是飛機籃 那你可以有一些 就好像是冷眼鏡講的 我沒有記錯過 我們可以一些新的主題 吸引多一些的遊客 多一些層面的遊客 譬如一些年輕一點的 是不是 也可以吸引多一些層次的遊客過來 長遠一點 我們可以幫忙把我們的中國文化推向世界 因為其實很多我們有質素的中國的動漫 在外國未必可以上架去播的 或者未必可以有轉播權 或者法律上面的一些問題 我們香港去做這個角色就對了 我們正在走普通法 我們跟很多外國的一些律師行 或者一些其他機構 法輪機構 其實是有一個聯繫的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幫忙把我們祖國的一些 優質的動畫輸出去外國呢 而增加我們自己所謂的文化的傳播呢 其實這個是我們香港可以做到的 香港政府經常在想 怎樣搞得起香港的經濟 怎樣可以把香港的文化傳播出去 其實你想這個是錯的 其實你真正要想的是怎樣幫祖國 去提升祖國的經濟實力 提升祖國的軟實力 那你自己才可以得到相應的提升 其實香港 講得難聽一點 我們已經是一個發展很成熟 基本上來講已經到了天花板的一個地方來的了 你再推很多東西 其實 香港很多東西在外國來的東西已經是我們知道的了 我們已經見過了 我們全部都已經感受過 其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反而你將我們國內的一些東西推出去 我覺得會好很多 其實一點真的要很值得跟大家慢慢談一下 以前國產是老土的代名字 現在國產是潮流的代名字 講完 今天節目時間到這為止 華傑哥差不多了 好 我相信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開放就會越來越快 大家看到了 免簽證已經在歐洲實行 到底將來會怎樣呢 大家拭目以待 多謝大家訂閱大會常的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